最强大脑迎来了第四季 然而网上对于节目组黑幕的质疑 铺天盖地袭来 老嘉宾孟非的回归更是上来就语出惊人 自知在寒沙摄影节目组此次的黑幕风波 惹来众多网民猜忌 此前贾丽萍因作弊嫌疑被骂惨 魔方国际赛在而后也被迫取消 但令不少观众不满的是 人气最高的最强大脑选手 王玉衡的退赛一幕竟被节目组剪掉 非常有预盖弥彰之嫌疑 尽管该节目争议不断 但却依旧收视颇高 在孟非暗讽最强大脑很像后宫剧后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论剧本我只服最强大脑 对于孟非的耿直言语 更有网友调侃到 孟爷爷终于找到了一个 比《非诚勿扰》更烂的节目 熟是熟非 节目组究竟是有意为之 还是如何众说纷纭 但不论是否黑幕 最强大脑的选手们 带给我们的震撼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拜托多多点赞并转发吧 点击屏幕右下方的关注按钮 就可以看到更多新鲜明星八卦 快来关注吧